2015年5月12号百革时事为你整理个家评论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报的评论 纳吉不想走 面对内外势力夹攻的纳吉 日前引用普吉斯民族的诗句说 就算天崩地裂也不可能回头 对于这比喻 中国报作然作者曾子权认为 纳吉太抬举自己了 这场宫廷斗争 并不如纳吉所说那样会天崩地裂 只是一场带有强烈个人偏见 相互宰割 恩怨超越一切 一堆大嘴巴除了骂以外 一点具体办法也讲不出来的一出戏 作者认为到头来 这出戏看不见公平正义 民主政治会继续受到重创 而一堆烂摊子继续在摆烂 最后只有尔与我诈的算计 政府空转施政低能 民怨冲天 民间早就天崩地裂了 所以该走的人一个都不能留 走了千万不要再回头 接着我们来看光明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走掉的向二代三重奏 光明日报专栏同样针对纳吉被逼宫事件做出评论 霹雳区采访主任黄建信 在专栏信封坐浪指出 前首相马哈迪退位后 大马正进入太子党接棒的年代 纳吉本身就是第二任首相的儿子 接下来共有三人是由潜能上位成为首相领导国家的向二代 他们分别是西山穆丁 凯里和穆克里 西山穆丁作为第三任首相的儿子 也是纳吉的表弟 更在未来首相最佳人选的民调中高居榜首 但对于马哈迪的发懒杂 他所发表的谈话并不多 在立体纳吉后坚持不随一反驳或回应马哈迪 然后将矛头指向穆克里 而民调视为接替首相的第二理想人选的项序 凯里选择两边都不开罪 认为纳吉应该亲自解答一例之余 也表达他的效忠 最后对于第四任首相马哈迪君子穆克里而言 一边是父亲 一边是党老大 手掌手背都是肉 左右为难正是里外不是人 作者指出 他们在马哈迪与纳吉过招期间反应各异 恰似谱写了一曲《走掉的三重奏》